好 来 我问一下小舰长 刚刚介大使讲到维内瑞拉 因为这个产石油嘛 所以这个多少罪恶之名 假这个石油这个形式 来 这个也是一样产石油 这个小舰长谈一下 今年四月份 其实这题我们过去谈过 但是现在好像最终结局曝光 一艘载有这个伊朗石油的苏伊士 这个号的邮轮被美国扣押 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谈过这题 大家可以上网找 然后去补一下课 你可以了解一下背景 那这个邮轮很特别 他后来突然之间转向 开往美国 那伊朗那时候就明确警告 因为上面有很多油 谁敢把那油卸下来 我就报复谁 所以美国也不敢卸这个油 一直到上个月 突然之间由希腊帝国航海公司 开始把这个油卸下来 所以不是我美国干的 是这家公司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家这个苏伊士拉真号 就是这个公司营运 就是传统把它卸下来 然后这个公司就同意跟美国合作 因为美国制裁制裁这个伊朗嘛 对不对 那所以美国就这样反而起诉他 然后这个我就缴罚金 然后呢 这个油就被美国所扣了 所没收了 我讲得很轻松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这样哦 从从这个青年岁到浙江 你看美国怎样突然之间 九十八艘 九十八万桶的违禁石油 就这样没收 全部放到自己的口袋 拍卖 有没有 挟持了一艘这个伊朗的邮轮 然后开往美国 开往美国以后 伊朗警告你不可以卸油 好不可以啊 那没关系 那你就自己卸油啊 卸完油以后 我美国就说 哎呦被我抓到了 我要制裁你 我要处罚你 那我就乖乖认罪啊 认罪了 你认罪了嘛 你的油我就帮你没收 然后油进到石的口袋 进到美国口袋 九十八万桶 但美国偷油 也不是第一次 九月九号到九月十号 非法驻来叙利亚的美军 二十四小时之内 两大车队 偷到了叙利亚石油 九十五辆油罐车 别人产油 挖油辛辛苦苦 美国就这样啊 就这么轻松 小舰长 美国经常 他透过这一种 所谓的美国秩序 然后呢 他进行所谓的常备管辖 来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吗 其实没有 然后他就是为所欲为 然后这些 他就料定了 这些国家 不会到 那个国际法的法庭去告他 那因为 事实上来讲 告来告去 最后可能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有关于 这个几百万的一个收入 最后一样也被美国没收 那真的能够报复美国吗 也不是不能 之前在赫姆之海峡 事实上来讲 伊朗就很成功的 把美军的无人机 直接迫降下来 然后他们还做了很多的拆解 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伊朗的装备 为什么 那个有部分的情况 实际上跟美国的 有一点点像的原因所在 那美国呢 事实上来讲 他就在全世界 进行这种霸权 然后对于任何国家 进行这种事情 当然他之前在东海 也对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北韩做过类似的扣押 但是那个是有安理会授权的 那个当然是可以 要注意事实上来讲 这个世界讲求的 应该是符合联合国宪章 以及所有国际法以下的国际秩序 这件事情是习近平主席讲的 也是中国所追求的 而不是美国这种单边主义 所为所欲为 实际上他想扣押谁 就扣押谁 这种事情 我们在电影上看多了 没想到却在 那个实际上世界舞台上面上 好这个偷又可以这样偷 我们看到这个邮轮的 最终的结局曝光 大家也很惊讶 韩濱来补充一下 同时我让韩濱这个东西一起谈 今天在大陆各网媒当中 这个几乎都是头条热色的第一名 这是今年五月十五号 有个苏州市人民法院 用间谍罪判处了 这个人叫梁承韵 无期徒刑 他当美国间谍 当了三十多年 但这个细节让大家非常的惊讶 一九四五年 他出院在香港 一九八三年到美国 然后就跟美国谈好 把他招募为线人 每个月 当美国间谍的代价公开了 一个月是一千块美金 然后业绩发奖金 你有多少业绩 我给你多少奖金 然后美国帮他重新打造了 他的人设 比方说他曾经担任过联合国的官员 到越南参战 在英国念书等等 这些都是假的 还有什么 像美国州议员捐款 回中国大陆进行这个慈善 等等 看起来像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慈善家 是一个大好人 那据说他把将这个赴美人员 带到这个有监控的地方 套取情报 还有色情圈套等等 搜集大量的中国的情报 那美国情报机关颁奖给他 功勋奖牌 就是战果丰硕 有没有 所以不知道拿了多少奖金 这个东西一间 其实最近和大陆破获了不少美国间谍案 但是这个东西重中之重 你怎么看 我想这个人因为他这个良辰运他其实运作的时间很久 所以他大概也对美国真的是功勋卓著 真的是帮美国收集了很多情报 也甚至撤反了很多人员 所以这个对中国大陆大人是打击很大 那被迫之后当然他现在就被判无期徒刑 那大陆的无期徒刑 就跟台湾的有点不太一样 台湾常常做一做又出来 大陆恐怕就没这么好出来 那说实话他1945年出生 他到现在已经70多岁了 说真的我觉得他此生大概要出来不容易 那只是 其实不管美国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因为最近英国不是也在讲吗 这次英国那个苏纳克还有跟那个李强关切啊 说中国大陆也在那边策动他们的议员啊 说他们的议员助理 然后也有间谍啊 所以也在关切 我认为这些大国之间 彼此会派间谍到对方那边去 这都很正常的 然后想尽办法搜买对方的人窃取情报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各国都是 你能不能做到 而不是你想不想做 想是大家都这样想 只是你能不能做得到而已 那我相信美国还没有被抓到的一定更多 同样的 中国大陆潜伏在英国啊在美国啊这些也不会少 那大家都是这样 只是我觉得比较对中国大陆相对来讲 比较吃亏的是什么 就是你会发现喔 就是西方这些国家要去撤反 中国大陆这边相对比较容易 那中国大陆这边要去撤反 尤其是白人呢就是你不是中国人的话 就是你要去撤反他们那边的白种人喔 没有那么容易 你知道相对来讲没那么容易 所以在这个间谍站上来讲 中国大陆真的有占到便宜吗 也未必 很难说 那只是美国他向来的习惯就是 很多事情是我可以做你不能做 美国的观念就是这样 所以像刚刚小舰长讲的这个 人家根本不认为自己在偷游 我是在执法 我堂而皇之而就这样干 他们在叙利亚已经干了多久了 他就一直不断这样 我就明目张胆我就是抢 我就是直接抢 那美其民他在维持秩序 这个很难想像 是啊 那美国就是这样的恶霸 他就把你充公了 他认为理所当然 那大家自己再去想想看 美国真的有像他们讲的 这么自由民主这么连结吗 你想想看阿富汗这么一个穷地方 美国在那边打二十年仗可以花两兆 美金喔 不是台币喔 你觉得那些钱真的是花在战争上面吗 那些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所以美国 对美国来讲我们看来好像是在军事 好像是大国之间的相争 其实对真正的美国在中间的这些人来讲 那是一个利润 你不觉得这个伊朗游轮 这个好像是被美国先人跳的感觉吗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他就是他美国就是想尽办法 找尽各种理由 然后到最后就直接把你拦弧 然后就把你吃掉 然后他也吃定你伊朗 边朝莫吉尼 你就拿我美国没车 但是我跟你讲 大家也不要太小看伊朗 伊朗有的时候是很拼的 像在荷姆之海峡那个地方 有的时候伊朗那个船是不怎么样 但他敢跟你直接硬撞 伊朗是敢做这件事情的 那他甚至敢直接拿这些反舰飞弹 什么瞄准你 所以我觉得伊朗 他在美国手上吃了不少亏 可是这一次摆明被抓了 所以呢 我觉得接下来伊朗 搞不好是会有一些报复行动 美军也不要 不要太悠哉悠哉以为伊朗不敢动他 这是未必 伊朗只要看准时机 他是敢下手 伊朗之前有警告 谁敢把这个油卸一下我就跟谁拼 但是后来美国又绕着 绕着弯 找别人去卸油 是啊 但是伊朗 摆明了知道这是美国人干的 我认为伊朗接下来 会想尽办法找机会报复 他绝对不会 眼睁睁的看了美国就这样弄他 你要知道伊朗人个性是很强的 他虽然国力也许不是那么强 但是有机会的话他是感动 而且他也吃定美国不敢随便 全面进攻伊朗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药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A1 A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